阿彌陀佛 佛光 攝取的利益 各位法師慈悲 各位蓮藥 南無阿彌陀佛 今天是學習阿彌陀佛 佛光攝取的利益 我先把經文讀一遍 今天是把《阿彌陀經》跟另外一部《阿彌陀經》別譯本 相關關於阿彌陀佛 佛光的經文一起來學習 我先讀 《阿彌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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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從這一段來看佛光釋取我們的利益 講到光 我們這個世界的光 代表就是太陽光了 那太陽光它最大的功能 就是讓我們這個地球 萬物都能夠成長 你看 太陽的遺照 植物 包括我們的人類 其實就能夠長大 今天如果這個地球沒有太陽的話 可以說 一切都完了 是不是? 所以太陽光可以說是幫助萬物成長的 那太陽光是這樣 那阿彌陀佛的光呢? 阿彌陀佛的光就是攝取十方眾生做佛事的 什麼佛事呢? 其實就是彌陀經所講的 佛光攝取我們 就是讓我們離苦得樂 得到極樂 但是各位 我們要知道 講到樂 其實並不是一定指著世間人講的福報 一般人認為說 我有福報我就快樂了 但是各位 我們確定 當我們自己有福報的時候 我們的人生就滿意快樂了嗎? 如果說 有福報等於安樂的時候 那世間的有錢人 富貴人家應該是最快樂的啊 但是事實是這樣子嗎? 我想舉個例子 我們一般說 當總統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各位 是吧? 如果你的孩子是總統 那你會不會很光榮? 哎呀 這個不要假鬼假怪了啦 一般人多少都有一點點這種我所謂的虛榮心 一般人 連跟總統拍照都很光榮啦 更不用說現在總統是你的孩子 那就更不用講了 那近幾年 有一位埃及的總統 穆希先生 據說 他是第一位民主選出來的總統的 因為之前 埃及都是屬於獨裁 獨裁就是說 我說了算 不是人民決定的 但是現在 全世界都走向所謂的民主自由嘛 所以很多獨裁的國家都是轉型 變成了民主投票 來選這個總統 那就是這位穆希先生 靠自己的人格魅力 推翻獨裁 讓埃及走向民主 那自己也成為第一位人民選出來的總統 所以各位 我們覺得利不厲害? 很厲害啦 現在的正式人物要繼續在大選勝利 都非常困難啊 更不用說這種是要搞革命 改變國家的人物 所以穆希先生那肯定是非常厲害的一號人的 要不然 埃及全國人民也不會選他嘛 那各位 你們覺得 穆希先生未來會怎麼樣? 哇 我們講的肯定光宗耀祖 歷史有名啦 對不對? 但是各位 歷史有名是有分成兩種的 一種是很成功 要不然 你就是很失敗 是啊 你在歷史 可以流芳百世 但是你也可以遺臭萬年 這兩種就是歷史都會記得他的 那很遺憾 穆希先生是比較像失敗的 因為他才當一年的新總統 就被軍隊強勢罷免了 就把這位穆希總統拉下台了 而且是以犯罪的名義把他捉進了監牢 那最後 一上法庭的時候 這位穆希總統就是倒地死亡了 很奇怪的 他一上法庭就死了 連他的家人都不可以見他最後一面 也不能處理他的屍體 就是官方直接把穆希總統的遺體 偷偷給埋掉 那質疑說 有什麼陰謀之類的 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那本來因為這位總統的設立 被稱為是阿拉伯之村 結果現在變成了阿拉伯之東 春天是代表希望 冬天是代表絕望 就是穆希總統本來帶領國家成功轉型 走向民主自由 是說 一個春天 希望的開始 結果沒有想到 好景不常在的 沒有人想到 結果會是這樣 所以各位 你一有福報 你富貴就幸福了嗎? 那很顯然不是的 你看 穆希總統之前 這麼多人支持他 聽他的話 那想想看我們平常人講話 那誰理我們呢? 但是 這位 他是可以影響整個國家 最後還當了總統 他的富貴福報 可以說是最急的 結果沒有想到 一年就倒了 而且死的時候 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死的 所以福報是不是一定代表安樂呢? 各位 那不一定啊 你這種是安樂嗎? 看起來就不是啊 那富貴當官就不一定安樂 那世間人講的才華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 我上次看了一個資料 在我們這個時代 名人自殺的人數大概就有上百位 我講的名人 不是普通人 那普通人的那個不算 現在講的是名人自殺 其中裡面就是有歌星 明星 老闆 銀行家 足球運動員 音樂家 奧林比克Olympic的代表也有 律師 科學家 等等 一大堆的名人就走向自殺 我們一般人認為說有才華 一定是受人家歡迎 你人生基本上就是圓滿了 但是 卻有三百位這麼有才華的人 心情是這麼絕望的 所以不要認為說 一個人很有名氣 很受歡迎 就代表一定是幸福的 這是不一定的 人的內心問題 有時候它是很難從外表看得出來的 你看這些人 你覺得說 這些人當時這麼高興 代表國家 代表社會 他們竟然會走向這麼絕望的自殺嗎? 你看不出來的 但是 事實就是發生了 上百位這些名人 都首相自殺失亡 所有才華的福報 也不一定代表安樂的 還有一般講的這個長壽 子孫滿堂也是這樣 華人最喜歡的 就是長命百歲 子孫滿堂 認為長命百歲 子孫滿堂就是福報好 就是長命百歲 就不用講得太多了 現在的人 長命百歲還是蠻嚇人的 如果說 今天一個人可以長命百歲 但是牙齒都掉光了 腳痛 頭痛 飯吃不下 晚上睡不著 那你這種長命百歲 看起來就不是什麼好事啦 對不對? 所以長命百歲 等於就是幸福 確實它是一個大問號來的 還有講到 子孫滿堂也是啊 各位 子孫滿堂 但是也要有好的子孫啊 福建話講的 好嫁好似頭啊 就是好的孩子 你可以好好地玩啊 但是下一句呢 壞子孫不如伯啊 但是就是說 如果說是壞的孩子 你敢言還是沒有孩子的好啊 各位 如果說今天你的孩子非常地優秀 然後半路 他突然跑去出家 請問你能夠接受得了嗎? 那如果說你不大好的孩子就留在家裡 那你又接受得了嗎? 那如果說你要優秀 又聽你的話 又顧家 又有才華 又上大學 又當專業人士 又富貴 哇 你要這樣子的孩子 你慢慢等就有啦 要知道我們這裡是 五度二世末法時代啊 我們不是那樣的人 又怎麼可能生出那樣的孩子呢? 就算我們是那樣的人 也不能一定保證能夠生出好孩子的啊 釋迦伯尼佛 他其中一個孩子叫善心比丘 但是是誹謗佛法墮地獄的 那更不用講是普通人啊 我們還能夠保證什麼鬼呢? 這裡是娑婆世紀啊 娑婆世紀 一切都是苦空無常的 所以沒有人可以跟你保證什麼的 跟你保證決定能夠生好孩子 不是傻瓜 就是騙子啦 騙子神棍 他就喜歡拿這些事情 來騙一個無資的人的 那就算孩子真的健康長大 走入婚姻 成立家庭了 那就代表說 一定是圓滿了嗎? 各位 看戲的才會說 結婚是大結局啊 但是現實的生活 人都知道 結了婚 才是真正考驗的開始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娶了太太 結果沒有想到結婚 結到第三年 這個媳婦突然離家出走 留下三個孩子 沒有人照顧 又或者說 女兒嫁人那幾年突然被她先生拋棄 又或者說 孩子的家庭 結了婚以後 鬧不合 種種的什麼婆媳關係一大堆的 到時身為長輩的你 你又是什麼感受呢? 會不會夢想破滅呢? 如果你把人生的幸福 定義放在世間的這一種 那肯定所以夢想破滅了 各位 這不是我很悲觀 你們要知道 我們當出家人的 是佛門的代表 每次來到佛門的人 從來都不是那些今天心情很好 突然跑過來的 我們一般說 無事不登 山報殿嘛 有事 才找法師談呢 那剛才講的事情 都是我出家以來一直聽到的 要不然我怎麼會知道呢? 出家人常常被以為是聽經 其實我都是聽家家有本能念的經比較多了 所以 以華人來講 長命百歲 只是蟒唐 就是有福報 就是幸福 這個話講的真的是不實在的 佛就不是這麼說的 因為 這個世間的福報快樂 其實它是有夾雜的痛苦的 沒有人在這個世間 他可以永遠的快樂的 你想想看 對不對呢? 你可以找到一個人 從出生是幸福到死的嗎? 人生一輩子 從來沒有遇過那一點點的溺源 你覺得可能嗎? 各位 現在不要講別人 我們先講講我們自己 你出生 活到今天 你遇到多少不如意的挫折啦? 尤其我們在這個世界 苦的力量永遠是大過快樂太多了 就是說 苦的事情一來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快樂都會瞬間消失 譬如說 我講一個比較不好聽的例子 今天 如果說我們去旅行吃喝玩樂10天 那前面9天 我們都玩得非常的快樂 體驗都很滿足 但是到了第10天 正在準備回家的時候 突然有一輛汽車把我們給撞到 就這一瞬間 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就砰的一聲 就直接串上了 那各位 請問這個時候 我們還會不會記得前面9天旅行的快樂? 我們會不會說 哎呀 這個划算啊 前面9天 我們玩到很爽 所以現在在最後一天 我被汽車創到也不要緊 哎呀 前面9天玩了就划算了 各位 會不會這樣? 哪裡會有這種呢? 你被車創一下 你不要講前面 近期的快樂 甚至幾十年以來 我們感覺的快樂 就在這個瞬間 痛苦的一秒鐘 消失到無影無蹤 所以龍獸菩薩說 我們今天在這個世界的苦 是永遠超過快樂的力量的 苦一來 你一輩子的快樂全部都沒有了 甚至菩薩講的例子 現在不要講是被車創 菩薩是說 我們的身體只要被刀割 甚至被一支針插到 你就痛到什麼快樂 你都忘記了 是不是? 我刺你看看 你所有的快樂都忘光了 你就感覺到這個痛而已 那更何況 我們這一輩子遇到的事情 就不是單單受傷流血這麼簡單的 因為古人講的 利潤個體很逆合 惡語傷人很難消 就是說 身體的受傷 治療一下還可以好 但是 人與人之間那種情感的問題的苦 就不是這麼好過了 比如說 當我們看到我們身旁的親人 遇到老病死的問題 像有些人看到自己的爸爸媽媽 在病床上掙扎痛苦 還有比較不好的怨稱會求不得 就是那種 你對我不好啦 我對你不好 種種心裡的苦 那就更加不容易了 所以師父就有說過 苦瓜的苦 其實都不算是苦 心裡的苦 才是真正的苦的 所以 今天在這個世界 其實是沒有真的福報的 因為在這個世界 苦的力量超過快樂太多太多了 所以從來都沒有一個人 是可以天天笑到最後的 整天笑的人 大概是封人怨才會找得到 所以 阿彌陀佛的佛光 攝取我們 首先 是給我們真實的福報 真實的快樂 就是 攝取我們這些念佛人 到一個永遠沒有苦 只有永遠快樂的極樂世界 極樂 就是最圓滿的快樂 是沒有苦的 那才是真的極樂 就沒有剛才世間所說的任何一個苦 也沒有說在學佛修行上遇到種種障礙的苦 完全就是佛涅槃境界的大安樂 這就是 阿彌陀佛佛光 攝取我們 給我們真實的福報跟安樂 所以 這麼好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不要去呢? 你不要去不是太可惜了嗎? 我們這個世界 你看 像美國 香港 日本 有這個Disneyland 迪士尼樂園 在疫情之前 迪士尼可以說是非常受歡迎的 每一天這麼多人都去排隊 買票 甚至 才要坐飛機去 那你Disneyland 都要去啦 更不用說是阿彌陀佛的Pureland 極樂世界啦 是不是? 兩個都有Land的 那為什麼說你要去一個迪士尼樂園 你不去一個極樂世界的樂園呢? 對不對? 是啊 你去迪士尼樂園 也不是說你轉兩圈 就可以解決我們的哭鬧的 但是 Pureland 極樂世界就不同了 我們到時去了極樂世界 轉一圈 你真的所有的苦難都變成了大安樂了 所以不去怎麼行呢? 雖然說 極樂世界是去了以後 才能夠得到這樣子的利益 但是去極樂世界跟念佛又是分不開的 好 我們現在念佛 知道有這麼莊嚴的阿彌陀佛 在照顧我們 在釋取我們 知道我們有這麼好的地方可以去 其實 現在我們在心上就可以感受到安樂了 因為我們念佛人 慢慢對這個世界也不會看得這麼重要了 甚至一個人對阿彌陀佛 對極樂世界是適懂非懂 但是念佛 他都會感覺自己會心安平靜一些 本來可能遇到自己的家人過世很傷心 很難過 但是念佛無心當中就轉變了 所以講到祝念 有時候要念佛幾個小時就是這樣 有些人還抱怨 為什麼祝念念佛的時間要這麼長 其實講這些話的人 大概家裡都沒有死過人 因為講真的 除了說念佛可以讓過世的親人往生極樂世界 其實念佛也是在安慰家屬的心 人是有血有肉的 你不可能說自己的家人 父母 好朋友過世 會沒有感覺的吧? 是吧 各位? 我們又不是機器人 人傷心的時候 很多道理 他是沒有辦法聽得進去的 甚至你叫他睡 他都睡不了 那你甘願 就用幾個小時來念佛是最好的 這樣 不但對自己過世的親人好 對自己也好 雖然說 可能祝念念佛 在那個時候幾個小時會比較累 但至少你是安心的累 不是傷心的累 那是真的不一樣的 親人過世 有祝念念佛跟沒有念佛的人 你再往後一看 真的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用念佛來處理的 有時候 還比講道理 講那些 你要看開一點 還要好得多了 因為有時候 你講道理 我們不一定能夠講得對 也不一定能夠講到對方的心 這樣 還不如念佛好 因為佛說 只要念佛 就是有阿彌陀佛慈悲的佛光在攝取 就是有佛光在我們身心起作用 這種 可以說 它的效果是直接direct 100%管用的 所以 就算你要講道理 你講完簡單的道理 一定要回歸到念佛的 沒有念佛 始終就是不行 甚至 如果說你道理什麼都不會講 我們直接念佛就好 把這個事情從心態上 我們就交給阿彌陀佛 這樣也可以 因為有時候 講道理 各位是不大管用的 像我有時候去關懷一些老人家 我跟他講道理 他根本都聽不懂 我講西 他就給我拉到東 我跟他講東 他又把我扯到西 哎呀 遇到這種情況 我想 IQ再高 你再厲害講話的 都沒有什麼用了 你看 這個醫生 他們這麼厲害讀書的人 但是 如果遇到病人 是老人癡呆症的 他也是沒有辦法的 是不是? 如果今天 你遇到老人癡呆症 你還能夠講什麼道理呢? 你再多的道理 也沒有什麼用了 那這種情況 我發現 還是念佛 最管用 在老人家 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有時候 他會跟你東扯西扯 有時候 會跟你胡言亂語 但是 佛號生一起念佛 真的 他們就會乖乖靜下來一起念佛了 那我們念佛 他也念佛 大家都是在佛光攝取大宗 磁場都是阿彌陀佛的磁場 這樣才是真正的有效 像有一位佛友 就有分享過 他的媽媽 在過世之前 是得到癌症的 當時 他還沒有學佛 他說 媽媽在得病 病痛的時候 在床上是翻來覆去 大喊大叫的 睡都不能睡 當時 看到媽媽這樣子 其實非常的傷心 但是 又不知道要做什麼好 這個醫生已經醫到晚 沒有辦法醫 媽媽 就是痛到死去活來 所以 各位 如果我們遇到這種情況 你還能跟他講什麼道理呢? 我們會不會說 媽媽 你痛啊? 哎呀 我看到有人說 只要你看破放下就沒事了 哇 各位 如果你真的遇到這種情況 你講這句話 我敢保證 你媽媽如果有力氣的話 一定拿鐵錘挑你的頭的 是啊 只有沒病沒痛的人 就喜歡講這種看破放下的大話 那過後 這位佛友 他聽到有同事說 念南無阿彌陀佛的功效很大 對媽媽 現在這種情況會有幫助 那沒有想到 還真的是如此 他就回去 媽媽病床旁邊念佛給媽媽聽 他沒有想到 一直病到不能睡的媽媽 聽到這個佛號以後 自然安然地睡著了 痛苦當天就消失了 最後 這位媽媽還念佛 往生到極樂世界去 這位佛友也因為這樣子的經歷 就皈依阿彌陀佛了 這位佛友 他說他之前還是那個 可以講道理的講師 他可以在台上跟大眾分享的 但是遇到媽媽生病這麼嚴重 他說什麼道理講也沒有用了 還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念給媽媽聽 是最有效果的 是最管用的 所以各位 我們以為說 這句佛號跟世間的文字是一樣的嗎? 如果你覺得說 南無阿彌陀佛六字跟世間的東西是一樣的話 那你試試看啊 你父母生病的時候 你不念佛給父母 你給媽媽唱世間的歌曲 唱甜蜜蜜給媽媽聽看看 看看你父母是不是聽了以後 就真的甜蜜蜜了 這個時候 我們就能夠體會到 南無阿彌陀佛真的不可思議 因為佛說的 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只要佛號 就是有佛光攝取不捨 最近 我們也是有遇到一個案例 我們還把他的公案 把他的經歷 畫成一個漫畫 就有一位 張先生 他是87歲過世的 他之前是一名大學的教授 他對這個數學是非常的有心得 非常的有研究 甚至他被人家稱為是數學大王 但是 一般的世間人 如果說 稍微在這個世間有點成就的話 他就所謂比較有自尊心了 榮譽心了 個性上 就是比較剛強的就對了 確實如此 這位 張先生就認為自己是主宰一切的人 所以 他根本沒有什麼信仰 但是 再強 再聰明的人也好 其實也是抵擋不了業力的來到的 因為後來 張先生就是一直生病 倒在床上 不能起床 時間越拖越久 他就開始感受到自己再優秀也好 也抵擋不了所謂的病苦 他身體越變 越僵硬 所以剛才所說的 福報是抵擋不了業力的 連這個大學教授 一個數學大王 還是不行 但是 她女兒其中一位是有學佛的 學佛 但是不知道念佛 不了解念佛法門 她是有那個心 要讓這位爸爸 張先生接觸到佛法 但是 爸爸的心態就是一直想要病好而已 甚至非常拒絕聽到死亡的字 那其他孩子 看到爸爸這樣子生病 自己又不會專業的醫療照顧 所以就決定讓爸爸住進這個養老院 至少 有專業的人士在照顧嘛 那那個學佛的女兒 就想要說 找有佛法的養老院比較好 讓爸爸會有信仰 身心才會安穩 但是其他兄弟姐妹 她對佛法並不了解 就覺得說 這個佛法的部分不需要的啦 我們找一般的養老院就好了嘛 但是 這些兄弟姐妹其實都錯了 因為人啊 她並不是單單身體照顧好 就能夠好的 人是有身體跟心靈的部分 心如果說沒有信仰的儀道 身體也會跟著垮掉的 結果還真的 爸爸送進一般的養老院以後 真的是那種 我們講死氣沉沉 那些老人家看起來非常的孤單 講得不好聽 就是講霸彈系啊 就福建話講的吃飽等死啊 有護士醫生照顧很好 可以住的好 吃的好 但是怎麼樣呢? 心沒有信仰 沒有方向 沒有被照顧到 所以這位爸爸張先生 每天看到就是很不舒服 氣氛很不對 結果 病情更加的惡化 進進出出醫院 女兒看到這樣下去 真的是不行了 就想爸爸帶進有佛法的養老院 結果還真的 阿彌陀佛有感應 那個時候 他就收到念佛安老院的消息了 他看到念佛安老院的照片 哇 裡面的老人家 看起來就好像很高興 很歡喜 很幸福 他就想說 還有這麼好的地方嗎? 所以 他就偷偷安排這個爸爸張先生就過去住 那時候 女兒已經開始知道 有阿彌陀佛極樂世界了 知道 讓爸爸到這麼好的淨土 可以說是最好的 但是當時 他對我們淨土中的教義也還不了解 就以為說 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你要去那裡 是要修很多的 所以 他就沒有把握能夠讓他這位爸爸可以到淨土 那後來 他看到我們淨土中的這個地方 這些師父的法寶開示 才知道說 原來爸爸要往生極樂世界 其實都是靠阿彌陀佛的救度 並不是靠我們自己的功夫的 我們只要念佛 接受阿彌陀佛的救星 這是絕對100%能夠得勝極樂世界的 這才讓感到阿彌陀佛慈悲的大愛 讓他充滿著希望 那女兒是很感動的 但是 他爸爸就是不行 一開始爸爸住進來的時候 我們法師自然會去關懷嘛 但是各位 你想想看 一個不學佛的人 如果說看到法師來了 會怎麼樣? 會說 蛤?你們這些出家人來是做什麼呢? 要給我死啊?給我念佛做佛事做什麼? 真的啊 張先生當時看到我們法師過去給他念佛 那個時候的他 已經不能講話了 但是 他就是用力拍他的病床 就是讓我們知道 我還沒有死啊!不要給我念佛啊! 你念佛給我做什麼呢? 就是個性上 非常的剛強 非常的強硬 甚至我們講 還有點兇 很排斥 那我們的法師 也很善巧 他就跟他說 張先生 其實阿彌陀佛 他是大一王 我們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是阿且陀藥 就是佛號 可以說是最好的藥 所以能念佛 是最好的 哇!當時張先生聽到這樣子的道理 跟他以往所聽到的不一樣 所以覺得說 嗯 這個還不錯 所以就開始慢慢接受了 就真的 到了第二天 在有念佛 在阿彌陀佛 佛光的家世底下 本來老人家發燒到很辛苦的 結果沒有想到 一下子以後發燒就退了 這時候 這老人家張先生就變成不一樣了 這時候再看到法師來 就笑一笑啦 不是拍病床要感人的那一種啦 而且這爸爸張先生 開始變得喜歡看阿彌陀佛的佛像了 也喜歡讓法師引導他念佛了 所以各位 我們當法師是很不容易的 你看 一下子要被人家感 一下子又要去關懷人家念佛 我們有常年外出關懷的是最了解的 有時候一開始 都要這樣子 我們講 片片紅紅那些老人家病人來念佛 那過後的日子 因為張先生其實是病重了 他也聽不了太多的道理 只是不時不時提醒他說 阿彌陀佛 那是無條件救度我們的 我們每天只要安心念佛就好 講這樣阿彌陀佛無條件救度的話 其實是最能夠安慰人的 是不是 各位? 我講一個比喻 如果現在我給你東西 請問 我是跟你收錢的好 還是給你半價的好? 各位 哪個好? 收全價好 還是跟你收半價? 其實兩個都不好嘛 最好全部免費送的是最好啦 對不對? 當然啦 每次你看商店買東西 如果看到免費的 是最吸引人的 所以 不要講阿彌陀佛是有條件 也不要講阿彌陀佛是出一半的條件 一半一半的 因為單單聽到一半 還是很有壓力的 尤其對老人家 病人 甚至是死人 一半的壓力 可以說還是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還是直接講無條件的救度就好 就像《觀經》所講的 佛心者大慈悲是 以無緣詞涉諸眾生 所以只要每天念佛就醒 阿彌陀佛一定會救度的 你講這樣子的話 是最感動人心 這法師們 蓮友們 就這樣子鼓勵這位張先生老人家 就說 老菩薩 你就是每天好好吃飯 好好睡覺 好好念佛就行了 你念了佛 阿彌陀佛的佛光就會造成你 讓你的身心都好 老人家聽了 當然就這樣子每天很開心的念佛 慢慢的 老人家心裡還有什麼心結也被開解了 這女兒也鼓勵這個爸爸啦 就跟她說 爸爸 雖然說我們都很愛你 但是 其實有病苦的時候 我們身為最輕的孩子也是沒有辦法代替你受苦的 所以最好 我們就接受阿彌陀佛的救度 到極樂世界去 那我們到時也是去極樂世界跟你團聚的嘛 在極樂世界 全部痛苦自然就沒有了 那過了沒有多久 大家看到 這老人家張先生也差不多要過世了 就開始祝念 念佛開始引導的 結果沒有想到 就念不到3分鐘的時間而已 老人家好像看到阿彌陀佛來了 因為他就是很努力伸出手 要去摸一摸 過後 又放下來 就這樣斷氣往生了 才3分鐘的祝念念佛而已 就往生淨土了 更沒有想到 張先生他過世的當天晚上 這位女兒就回到房間 要為自己的爸爸念佛 那也太累了 想要躺一下 結果 才要躺下來休息的時候 這位女兒突然看到一道金色的光明 射下來照住她 女兒說 那個光明真的莊嚴到沒有辦法形容 這時候她看到爸爸站在一個 無有邊際的大蓮花上面 爸爸就是對她很慈祥地這樣子微笑 張居士說 當時她看到 真的感到無比的髮喜和安慰 因為知道爸爸是已經往生到 阿彌陀佛極樂世界了 過後女兒張居士就把這件事情告訴家人 蓮勇 還有安老院的老人家們 大家聽到也有歡喜讚嘆 尤其他們沒有學佛的家人 看到爸爸過世 十多個小時以後 身心還這麼柔軟 並生前更加的柔軟 就讓他們感覺到這肯定是有阿彌陀佛加持的 因為這老人家 張先生 他本來之前身體已經病到都硬掉了 連剛才我們講的 他臨終身手也是沒有辦法伸出來了 但現在過世十多個小時還這樣柔軟 那真的 除了阿彌陀佛加持以外 就沒有辦法解釋了 這是我們最近的一個案例 是一位大學教授 晚年八十多歲病苦 最後念佛到極樂世界的公案 我們看老人家一開始他是很排斥的 還趕人家的那一種 個性可以說非常的硬 但是念了佛了 真的感受到佛號的力量 慢慢就放柔軟了 最後還能這樣子沒有掙扎痛苦的往生極樂世界 人死不一定能夠往生極樂世界的 但是念佛的話 就一定能夠到極樂世界 我們平常講的感應就是這樣 感應你聽不懂的話 我講一個事件的例子好了 就好像說 我們現在城市 你駕車出門 往往付停車費 都是要用這個感應器的 對不對? 可能你要這個卡刷一刷這個機器一掃描就過了 那講感應其實就是這樣全自動化的 所以我們想想看 世間人都能夠發明感應的這樣的東西 那阿彌陀佛又怎麼能夠不行呢? 所以有些人講的阿彌陀佛 都還不如人類發明的卡 你看 人現在的卡一掃描就過了 但是 我們有些人講的阿彌陀佛 念到半死不活 還是應不了 這樣子的阿彌陀佛 我想比人類的機器還要差 所以人這個糊塗 腦袋堵住的時候 講出來的話 就很好笑 不是這樣子的 是佛說的 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十方世界沒有障礙 就是比我們人類發明的機器更加超級的自動化 因為一念佛 阿彌陀佛馬上就應攝取不捨 一卡都不用 直接動動嘴巴念佛就行了 由於講到阿彌陀佛大慈大悲 各位 如果講到大慈大悲 又怎麼會給我們要求條件呢? 如果要求給我們多多條件的話 請問這個叫做慈悲嗎? 我們平常去照顧老人家病人 甚至講我們去救濟 我們都沒有跟人家講條件啊 是不是? 你去救濟人家的時候 請問你還跟他講條件嗎? 人家緊急 我們直接就把東西送給他了 不再講條件了 結果你看 有人說的阿彌陀佛 還給我們講一大堆條件的 那我們講的阿彌陀佛 是不是不如我們人的慈悲了? 所以 其實都是人搞錯了 是只要念佛就行 其他什麼條件都沒有 真的像《觀經》所講的 佛心者大慈悲是 以無緣詞涉諸眾生 光明變造十方世界 念佛眾生涉取不捨 就是沒有條件的 誰念佛 你念到怎麼樣 統統都管用 要不然剛才那位爸爸 他病到這麼辛苦 怎麼可能單單靠念佛就能夠成功了呢? 就是沒有條件的阿彌陀佛 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嗎? 要不然 他什麼都不懂啊 他病到這麼辛苦 那怎麼還能夠成就順利往生極樂世界呢? 你看 他講修行 他沒有修行啊 他連佛法事什麼都不知道啊 那個時候 他也知道不了了 畢竟病重了嘛 但是 還有念佛就行 就因為阿彌陀佛是無條件救度的 所以真的 阿彌陀佛的佛光是滅罪征服 讓我們離苦得樂 究竟得樂 就是能夠到極樂世界 但是沒有往生之前 我們現在一早就念佛 一早也能夠得到這樣子的利益 來化解我們在這個世界的一些苦難 我們看 剛才講的這兩個故事 一個是老媽媽 一個是老爸爸 兩位 在沒有念佛之前 都是遭受到非常大的病苦的 但是一些出佛號就減輕了很多 最後 是無痛苦 安詳的往生淨土 這就是有念佛 有阿彌陀佛佛光照射的好處 就是現在跟來生的利益通通都具足 我們現在念佛 現在可以滅罪征服 那來生還可以得生極樂 所以 今天是講到佛光攝取我們 給我們什麼利益 一般人講福報 但是這個福報未必是像世界人講的福報 因為世界人講的福報是不圓滿的 世界人的福報總是有一點缺憾 總是苦跟樂夾雜的 所以阿彌陀佛的佛光 攝取給我們的是極樂 是完全沒有痛苦的安樂 那就是攝取我們 讓我們得生極樂世界 那在沒有往生之前 有念佛 無心當中 也是讓我們笑在真佛了 這是念佛法門的現當惡意 就是有現在跟未來都有利益 簡單來說 是百利無一害就對了 那我最後先把今天學習到的經句法語 讀一遍好了 那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另外 跟大家先宣佈 這個星期三 5月26號 是我們這裡慶祝魏塞節的日子 可能有些人聽課的外國法師跟蓮友 不知道魏塞節是什麼 魏塞節是我們這邊慶祝關於 釋迦牟尼佛的出生成佛涅槃的日子 是一年一次 可以說是佛教的大節日 那今年的這個疫情還是反反覆覆 所以我們就是在網絡紀念的就是 當天晚上8點 我會講一些話 然後我們在一起共修 就在疫情時刻做一個紀念的共修活動 這是我先通知大家的 好 那我今天先講到這裡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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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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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